他是最早的基建狂魔,也是被历史误解的第一人 从褒贬不一到登上神坛 焚书康儒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秦始皇在后世越来越受到推崇 秦皇扫六河,汉武拓跋荒 秦皇驻姬,汉武驻魂 可以说这俩人对整个中国国民的影响是绝对的 上至领埔疆域民族形成 下至政治体制社会结构 秦始皇汉武帝塑造的基本框架延续千年 春秋战国天下分让数百年 许多人出生时就是几十个诸佛国 到老子也是几十个诸佛国 无论是齐皇宫还是纪文宫 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正如欧中中世纪一千多年 大家心安理得的在自己的方寸之地 做着国王与领主 但是秦始皇他挑战了那个时代想象力的上限 历史因他拐了弯 秦始皇嬴政出生在中国三千年都未曾改名的城市 邯郸十三岁当上霸道总裁 二十二岁那年一炮双翔 盖掉落矮于吕不韦 掌权之后顺手就把六国抄了建立秦朝 三十九岁的嬴政认为自己是德奸三皇公盖五帝 自称始皇帝 统一初定的秦国是暗朝汹涌 风雨如晦 在归剑绝浮云诸侯浸西兰的背后 是深测的复辟危机 分封集集团的路线之争 光源前二一三年此时的秦始皇在咸阳宫大摆宴席 请朝廷大臣吃饭 大家是吃好喝好玩得很开心 周清禅出来拍马屁 秦国当年又穷又弱 还是陛下厉害 带领我们打败关东诸侯 才有了父亲的秦国 为陛下点赞 秦始皇是仰天长笑 脸上的皱纹掩饰不住内心得意 可是博士淳于悦却出来唱反调 当年的周朝由诸侯国作为帮手 陛下的儿子却是匹夫 如果有大致谋反该怎么办 九年前就有很多人不认同 以法家为主导的新制度 当时的丞相往往就说 燕齐楚太远不如分封翻王 结果大家都给王王点赞 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就是廷尉李斯 李斯是这么说的 当初周文王周五王分封时 分了大多数都是同姓子弟 最开始也是保有着相亲相害一家人的初衷 但是几代人下来之后 哪里还有什么同宗之情 现在好不容易在吴皇的威武之下统一四海 一定不能走周朝的老路 要走俊仙制的道路 将天下的权力拢到您的手中 如果说您要恩赐宗室和功臣 可以通过税赋 众中的赏赐 分钱不分权 赢政觉得说的真好 还是我们家政委九五高 这次呢还是路线之争 如生淳于越的这次发难 距离王婉与李斯之争已经过去了九年 俊仙制与分封制 孰优孰劣 以不难分辨 秦始皇清晰的看到了 封建是战乱之源 必须维护商鞅变化的历代成果 例行巨线 和他一起战斗的依然是李斯 这时李斯已经成为丞相 他站出来反驳纯于越 三代不同李而亡 五伯不同法而罢 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法古 面对早在六代之前商人变法之时 已经被抛弃的腐朽言论 李斯痛加搏斥了 以古非尽的论调 揭露了儒家依附分封而存的立场 并参议焚烧 除农家医学末家等实用之学 和秦宫保留史书之外的 王道之书春秋古籍 并禁止以思学非朝政 皇帝和丞相亲自上场 进行一场文化清理运动 希望在文化领域也能实现大一统 不仅焚书还将传播诋毁秦始皇 寡独言论 攻击帝国集权制度的基础 合法性来源的侯生 卢生等为代表的460余人 反体制势力坑杀 后世说秦始皇残暴 大多都是因为焚书坑儒 但是呢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 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 而且呢秦始皇在位期间无意起悲剧 从无错杀冤杀一位功臣 所有文臣武将没有狡兔死走狗烹之命运 极此一下足以证明秦始皇心胸开阔 头脑清醒 那么此时的扶苏又做了什么呢 求情 而且求情点在于诸生兼宋法孔子 秦始皇怎么都不会想到 一直当做接班人培养的长子扶苏 因为恐惧关东人心 欲向帝国制度反对派妥协 他恐惧死后 他的政治理想与果实 帝国制度也会随着他的死而流产 于是呢扶苏被派往上郡做蒙田的监军 秦始皇的一生孤独的让人窒息 这位霸道总裁几乎就是被嫌弃的一生 他被祖父父亲抛弃 被祖母亲弟母亲妻子被判 他不立太子不封皇后 没有分封 秦始皇后半生担惊截律的都是如何维固 在当时不被广泛认同的集权制度 但是推行集权的力度太大 时间太紧迫 在秦始皇逐渐认识到清摇国艺 修养生息 百姓安居乐业 才是断绝六国复辟的根本石 他最后一次大学兽 专程会计课时 祭殿王道治国的代表大宇 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和路线 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已经意识到 吕不韦的宽法祭秦有其必要性 而宽厚人子的扶苏 更是不折不扣的天罪继承人 这个时候秦始皇改变出巡归城路线 要去山西上巡见扶苏 但是太迟了 未出山东就病重了 最终在河北的沙丘 赵武灵王饿死的地方去世 李斯这个时候还没有醒悟过来 还依然是一个铁杆法家 他在赵武的胁迫下 发动了沙丘之变 拥立功曾胡亥为皇帝 就是秦二世 并且赐死蒙田和扶苏 李斯是多项政治制度创新 经济文化制度统一的主持者和设计者 堪称帝国极权制度的总设计师 这样高位的人 不会不知一朝天子一朝旨的道理 他图的和秦始皇一样 一切是为帝国制度遗产能够留存 李斯希望法律专业出世的胡亥 能够坚守法家 把大一统的宏大事业进行到底 胡亥走的确实是秦始皇 不折不扣的法家高家路线 三公九卿 嬴氏九族 被赵高和胡亥诸入一空 昏君暴政 奸臣腐败 败家四件套 高档豪华坑爹礼包带回家 七龙珠都救不了他 大秦就在赵高和胡亥 两个死鬼的带领下 突发脑衣血瞬间休克 战国七雄有七个 秦始皇横扫了六个 剩下一个灭了六国的国 留给他儿子灭 但是这个只活了15年的秦朝 却打下了2000年的封建帝制基础 真是价钱公道 量有足 童所无欺的业界良心 战国的封建帮国制 到秦国集权帝国制 再到汉制的俊国并行制 到汉中期的稳定集权帝国制 是整个意识形态一步步改变 并接受帝国制度的过程 汉成秦制 刘邦三分泡妞七分收编 相比秦执法的极端汉用了更多的安抚手腕 更多的耐心 刘邦一次次不中颜面妥协 一次次不要脸面的进去 反而给了汉朝朝代性格 怪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弹性 这种足够坚定的齐全方向 恰到好处的节奏余地 是那时最好的历史禀赋 他愿意分权给功臣集团大封义秀王 甚至愿意把身后的天下交给自己的女人 这个女人也很能干 在汉朝的二世及二世猝死时 成功稳定住了汉的中央 文景之志继续收权 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到五帝朝完成了转型 终于搞出了一个类似于秦始皇的大一统集权局面 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 终于浴火重生 飞龙在天 书同文车同轨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整个中国大地形成统一民族 相互认同趋向统一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武独尊儒术 重新构建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思想基础 曾经这样一种的喧哗 最终沉寂为一个声音 有同文同主的认同 这个国家不管经历怎样的战乱 统一都是人心所向 都是大势所趋 秦皇扫六合 汉武拓八荒 秦皇驻姬 汉武驻魂 秦始皇以后 核酸统一这个词 就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里 他会持续传承中华文明 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载体 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 为中国屹立不倒 因为秦始皇 中国不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国家 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下次吧 好 撒